漲 漲 漲 台積電漲不停 股市開盤後一路向上衝 3月4號大漲了36元 中廠收在最高點725元 寫下新高 市值一天暴增超過8000億 超過18.66兆元 更帶領大盤向上衝 在台積電的拉台之下 台股4號收盤是大漲了1.95% 中廠是收在19305點 也創下歷史新高 現在有點過高 不太敢再加碼 但是本來只有買 所以它漲我們都蠻開心的 那個熊本的議題 應該會有再往上爬的感覺 不愧是台灣的護國神山 好驚人 台股工上萬九 其中光是台積電 就貢獻超過300點 就是因為強勁業績 AI加持下 回答大廠的訂單 金元代工龍頭全年營收 有機會年增21%到25% 再加上Sony大舉在台積電 日本熊本新廠下單 未來上看800元不是夢 在上檔無壓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台積電的走勢 可能都還會有高點 畢竟台積電現在的一個上漲 它反映的是它的一個強勁的 一個基本面的一個力多 而是有實質業績上面的貢獻 而不是說好像在花一個AI的大餅 不只承植股台積電 充上725元的歷史新天價 同步領軍AI股向上衝 盤面一片紅通通 高麗 致圓 炎陽 旗部走陽 在AI伺服器散熱題材的加持下 散熱股王建測盤中充高到105元 同族群的雙紅 旗紅也同步大漲超過2% 大家也可以留意AIPC 以及AI手機的供應鏈 在下半年也有所謂換季潮的機會 相關的個股以及零組件 應該股價都會提前來做反應 AI族群全面上揚 科技股熱度不減 也將持續帶動台股 未來有望再寫新高 歡迎收看吳志恆 邱子玲 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懷疑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もう一步 感谢观看